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Evon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极简初学者的入门小天使 其实在留言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 有很多朋友是刚刚才接触这个极简主义者 也经常有朋友说回家之后会很累 身体也很累 但是有人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开始 去做这些东西 我首先一点说的就是 对于极简 我们先就是在极简这个词 大多数人就在执着意在物质上的减少 但是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极简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feeling感觉变轻松 让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看到家里边东西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让自己的家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目的 我们整理的目标 极简的目标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 逛上一个更舒服更relax的生活 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前提来入门 入门呢就说 其实我当然是希望是大家入门第一件事最好是读那个 彭然心动整理魔法那本书 那本书呢是因为也是我的入门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那本书对我帮助特别大 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下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我不喜欢那样整理 或者我没有那个时间 或者说入门嘛 入门当然有些朋友并没有那大的决心 我就真的像那本书里面讲的一样 我可以筹出一天的时间 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一下子整理掉 可能有的人也做不到 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个非常容易的入门方法 就是从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环境开始极简 比方说我们从我们身边这种小东西开始极简 像在厨房东西也是 比方说我们家里边也会在家很凌乱 为什么凌乱 是因为东西多 举一个例子 我们以前家里只有三口人 然后我们家有很多的杯子 我每次喝完水这杯子就随手乱放 然后再需要的时候呢 我就再打一个新的杯子再倒水 现在呢我几简到每个人只有一个杯子 那你用完之后呢 就算你乱放 你到头来你要喝水 你就必须要找到这个杯子 然后呢洗干净 然后再用第二次 对吧 所以说当你物件减少的时候呢 你就减少了凌乱的机会 你就减少了家里凌乱的机会 比方鞋也是一样 你一个人就有一双鞋 那你出门穿完 回来之后你再怎么扔 它也就是两只扔来扔去 就是这两只 是明白吗 但是就不会说 铺一大堆鞋子在那里啊 就说当然了 有的朋友说 我不可能只穿一双鞋 可以两双三双 那也比好过一大堆吧 是吧 总之是在你平时生活开始 有的朋友说 哎呀我很难 没关系 真的我们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正常人 但是如果你想在 工作一天 非常疲惫的情况底下回家 你想看到里边家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就从身边开始 我们没有时间 大的整理 从小的开始整理 比方说 我们就比方说碗 从杯子开始吧 一人只留一个杯子 鞋子呢 你不经常穿的鞋 就全部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然后只剩下你要穿的鞋 然后呢 比方说 家里的那个 叉子 勺子 筷子之类的东西 也是在客人没有来的时候 家里人用的 有几双 就留几双 这些东西呢 并不是说是要怎么样 就是为了减少凌乱 因为它就这么多 你乱了 你就没得用 把剩下的东西 储存起来 就是不要放在你眼睛 可以看到的地方 现在呢 所以对入门者就说 至少你亲眼看到的地方 是几减下来了 你其他地方 你储存 看不见 但是呢 有些朋友肯定说 这不是一个极简的好方法 这只是表面上做的东西啊 是的 但是呢 我们对初学者来说呢 给他一个简单的idea 当你呢 很 当你把最表皮的东西做好了 你的心里边就会很enjoy 这种环境 你就自然而然的 会把你那些堆积如山的 storeroom的东西 抠出来 挖出来 然后去整理 去花心思 去极简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开始嘛 而且呢 在这个开始之中呢 如果你获得了 获得了 从中得到了快乐的话 你就懂得真正的意义在什么 然后你自而然 你就会心甘情愿的 把你堆积如山的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全部挖出来 然后排着个儿 一点一点的整理 所以呢 这就是我对初学者的小贴士 就是从最基本 从你身边开始 比方说我们经常剪刀 有的人说真夸张 家里我家就是 以前就是七八只剪刀 剪刀用完之后 到处乱放 找不着再买 家里有很多剪刀 但是呢 给自己每一样东西 放一个固定的位置 整理就是 把每一样东西 给它一个家 固定的家 这样的话 你知道到哪里去找它 你就不用说到处都是 哎呀 这里也是剪子 那里也是剪子 就这样的 就是举个例子 所以呢 很简单 就是东西 在你最 生活环境最基本的东西 尽量集结 比方说床单 床套啊 毛巾啊 像换洗的毛三个人 六个毛巾就够了啊 可以来手换洗着用 就足够了 床套也是 两套就够了啊 一套洗一套用 就是 就是集结 尽量就是你 日常生活这些东西 尽量集结 把不用的东西 全部封起来 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全部用盒子 什么封起来 等你这些东西 用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我真的 那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会碰它 我也足够用 我就算不碰它 我也可以足够用 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就更加了解 极简的这个词 并且呢 你就会很injoy 当你回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啊 家里很轻松 不再像以前那么凌乱 而且很干净 那种给你带来的 那种愉悦的感觉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下定决心 来把真正那些 堆积如山的垃圾 掏出来 重新整理过 所以呢 今天我想 我想我应该把我的point 应该说的很清楚了 也希望这个入门小贴士呢 对你们能有帮助啊 好嘞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短短的tips 如果你们有任何idea的话 或者是你们是怎样入门的呢 大家可以留言 然后大家都做一下参考啊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因为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入门 像如果像 Comoly啊 他那种 这些一下子做的太大的话 很难有人 就是也有人 很难做的这种决心啊 但是呢可能我这种 我这种人就适合比较 循序渐进慢的人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是 会将会是给你带来 豢然一新不同的想法 因为我特别心疼 朋友们有时候 真的是工作一天回来了 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 看到家里边 就是凌乱脏乱的样子呢 我非常可以理解那种感受啊 因为我自己 之前自己也经历过 所以现在呢 我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真的就像我昨天整理那个鞋一样 就整个那个空间 就一看到就给我感觉 特别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相信你们 一定也可以通过 简单的整理呢 让自己有一种非常身心 非常舒适的家的感觉 这样的话 你至少再疲惫的工作 回到家里面 是给你很relax 很舒服 真正的享受那种 卸掉压力的那种感觉啊 这才是家 这才是家真正的意义啊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给自己 定好了这个意义 才能去真正的去 让自己的生活有改变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减少烦乱 减少压力 幸福呢就会跟随而来 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总是笑脸相迎 没有争吵 没有烦恼 没有argue 这样的生活永远都是幸福快乐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真正通过这些极简 让自己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快乐啊 好了我也是说到这里也够多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谢谢大家每天每天都过来看我的video 非常感谢你们就是我的动力 所以我也坚持每天 尽量每天给大家上载一些video 如果有什么好的idea 大家也尽量和我一起分享啊 因为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我也是在整理当中 但是每一次整理呢 我都会有很大的感触 我觉得真的我们走极简这个路线 是绝对绝对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一起努力 好嘞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